露油秋冬油補佐又在加押 不然有抵押罐 文庄也算進去文台版法裡面 如果配合秋冬油補油的風暗 這些露車民宿大媒就可以拿出發票 去合計文庄露車不用開浸文庄一次 觀光局也會補佐風暗 補佐200塊 一些業者都很期待 浸在文庄裡面 整身窟窿都變燒了 天氣變冷 文庄最受歡迎 觀光局也全港來到台東 跟全台灣的文庄飯店業者開火 要塞文庄的議會出來 住宿一晚 然後他可以拿到夜市券 持這個發票 到他在地想要去的一個地方來做泡湯 觀光局也進去 目前已經有共識了 粗布幾位 如果是民眾有去住 有參加國路秋冬補佐風暗的路關跟民宿 住一間房間就能平發票 去有參加多黨 還有合計文庄 飄上進去的台中島 不用費洗一次文庄 觀光局會占對雲庄業者 這個民眾補助200塊 其他的費用 希望業者可以補助 還有計算 我們全補助的經費 超有4000萬 他還有兩國的盤 有20萬人來用 不過目前這只是錯案而已 要等到送去交通 沒有後確定沒有問題才能實行 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比如比較一些偏鄉 甚至商區的一些知名度 還比較不高的一些溫泉區 都可以帶來一些幫助 希望在這個10月中之前 我們就能來推出這個補助案 直到12月31 所以沒有快的話 等於是到剩下才兩個月左右 有業者人為沒有時間收費 也有人人為可以讓人感慨錢 不過再來 我們全的介紹沒有統一 像公平比較好的台中島 一次要五六百塊 還有比較貴的也有 還有普通的台中島 一次超兩三百塊就能進去 到底會有多少 經我們全的業者加力 也讓人很好看 記者綜合不到 再見